所以就到第一步就是取名跟照相是不是 對 然後先檢疫 然後先送去我們台中市那邊有很多簽約合作的醫院 先去那邊接受治療 然後治療到一陣子之後 覺得它後面後續就是可以recover的時候 我們就送回來這邊接回來這邊這樣 那有些是比較一般的如果說像是撞傷沒有大礙的話 我們治療完之後幫它結紮之後還是原地放養這樣子 對 那禮拜天 因為減少流亂狗的方式不是說像以前那種愛惜媽媽的方式 要一直收到自己經濟狀況也收不了 然後如果突然它自己往生了之後 然後留下一大堆的事情又變成是社會成本這樣子 我們現在覺得說減低台灣流亂狗最重要就是要結紮跟絕育 所以我們有一個TNR結紮的原因 他們每個禮拜天都會到台中縣市附近去巡迴做結紮 不管是流亂狗或者是一些阿公阿伯他們養的那些小狗都幫他們結紮 是一台車子出去的那種方式嗎 沒有就是他們會 他們就是一批人去然後就是在那個 比如說那個什麼鄉里民活動中心 就架設手術台啊這樣子 那費用是免費還是要 免費 免費 然後看有些民眾他們如果愛心捐款的話這樣子 喔之後台中有錢 對 然後結紮之後 結紮之後它有效把那個地區的流亂狗抑制下來這樣子 那如果想知道這個結紮的訊息要同哪裏 我們我們的網站都有 有沒有網站都有 都會有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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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比較沒有啦 不過之前有人丟了一隻山羊過來 山羊也被遺棄喔 對啊就山羊 好像應該是迷路還是找不到路了吧 那我們後來好像是聯繫其他的 比如說大學啊 後來好像還真的被林羊走了 因為他家裡好像有農場那樣子 有時候我們辦公室也會接到電話 比如說什麼鳥受傷了什麼的 那我們就請他說去另外一個協會 比如說什麼野養腦台中野養腦協會啊 因為相關的這樣子 所以要認養是來這邊還是跟你們到你們到處 辦公室在那邊接洽 辦公室接洽 對啊 對 然後 費用是免費 費用的話就是結紮的費用 跟疫苗的費用 還有 欸 金片的費用 大概是兩千塊左右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們這邊狗出去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結紮嘛 結紮完之後然後打疫苗 像我們禮拜天 欸 禮拜六這邊也有 欸 醫師 就是 志工服務台 他每個禮拜幫我們結紮六隻狗這樣子 啊 六隻狗 這六隻狗 不一定是我們這邊的狗 因為我們這邊的狗 一千隻 全部都已經 都是結紮 你剛剛看到 都是結紮的狗 然後他是有可能是 我們去附近啊 就是瀏覽狗去抓來啊 幫他們結紮 結紮完再放回去這樣 所以送進來一定是已經結紮了 對 第一件事情是已經結紮了 看他的身體狀況 比如說 他 比如說他腳受傷的話 先把他的傷醫治好之後 再來去結紮這樣子 因為 一般民眾都 怕怕說狗結紮 會怕有什麼反應 或是 就是 其實一般來講 狗結紮 其實對狗比較好 尤其是母的 母的很多 像我朋友他們養 養一些拉伯拉多 或者是 是 狗 他們年紀大了之後 到了十幾歲之後 他們因為母的沒有結紮 很多常發生那種子宮蓄膠的問題 因為你不讓他 他沒有生育 對 那所以是像我自己家裡養了 六隻流浪狗 我們家的母狗 已經養了十二年了 還是很健康 對 結紮 而且 公狗的話 對他的性情穩定也比較好 基本上結紮對野身體 是不會有什麼大疑 不會不會 而且 而且對台灣人 是 目前是最有效的 醫治流浪狗的方式之一 那國外也是 對 這是從國外已經引進過來的 國外你也是國外 對 我們前幾屆的理事長 他剛好是獸醫 然後他從國外引進過來 好 所以就TNR TNRT就是 TRACK 先捕捉 N就是NUDER 結紮 R就是RETURN 好 好